数万台湾民众周日走上凯道 响应反红媒游行 要求拒绝中共干预台湾媒体 这个话题也成为2020台湾总统大选 关注的热点议题之一 拒绝红色媒体 守护台湾民众 6月23号数万台湾民众走上台北街头 在凯道上响应反红媒游行 要求拒绝中共干预台湾媒体 而这个话题也被拿来检视2020总统角逐者 民众上街反对中共慎动台湾媒体 请问市长怎么看 这一定会有的啊 所以其实也不知道嘛 所以现在我那天去Facebook的那个 一个什么新闻伦理的一个座谈会 其实今天台湾最大的问题是这样 新闻跟广告分不清楚 明明这个就是广告 伪装成新闻的样子 每一个媒体他自己在经营的时候 都会对全台内外的民众来负责的 所以对昨天这样一个对媒体的抗议 我是觉得非常不同 前新北市长朱立伦说 尊重每个媒体的言论自由 但媒体要秉持中华民国 秉持台湾的立场 郭台铭则回应 媒体报导要中间 不然就无法无天 争取连任的总统蔡英文 云诺会进行相关修法 对于中国渗透甚至收买台湾部分媒体的警觉 我们过去持续的在强化 这个我们法律的基础 那也强化我们行政部门的执法的能量 对于中共渗透台湾媒体 以及立委要修法防堵中共侵害台湾民主 民众纷纷相挺 如果他要修就是媒体不要接受资金 这个我认同 媒体的自由和言论自由 还是需要一些限制的 因为毕竟中共他们是把飞弹来 是对着我们吧 还是算敌对势力 我希望政府能够更加控管 就是新闻媒体的内容 那您觉得像这样的事情 是不分坦派都应该支持的 防止境外势力干预台湾媒体 民进党立委推外国代理人登记制度草案 希望借此来揭露外国势力 对台湾的影响 目前预计临时会期间提出 而时代力量针对中共渗透 进一步推出四部草案 包括广电三法 国安法 两岸关系条例及反併吞渗透法 涵盖红色媒体问题 其中三项已经复委 一项排入异毒 透过立法防堵中共渗透台湾媒体 维护台湾民主自由 新唐人亚太电视 齐千里 曾一豪 黄晏林 于宗翰 台湾台北采访报道